我因为我的那个工作人员有去提前看过片 他跟我说就是每个人物都特别可爱 就不像可能有的就是会觉得 就是这个角色很气人 那谁最可爱 谁最可爱 肯定是我们皇上最可爱的 我就知道你会这么说 马屁精我就是 因为你知道吧 所以这红衣直接Q到了我们的下一个问题 这个下一个问题就是说 在剧里呢 皇帝和杨子属于是天将CP 对吧 这个天生的一对这种感觉 然后但是呢 他们是后来认识的 很生气 清凤和唱牙应该是这个 两小无猜青梅竹马 对不对 所以问一下在座的各位 首先先问你 算了你不用回答了 你刚才已经回答完了 你太气人了 你在回答皇上的时候 心里有没有那么一瞬间 闪过一下余昌牙的 还非得问呢 就是只能说 余昌牙你永远是我最好的朋友 就是余昌牙你是个好人 你是个好人 你很善良 所以输在了哪 输在我的地瓜 不是干吗 你也在吃地瓜 我在吃 我在吃煮地瓜 问问各位 比如说 皇上 在这个 这种天降CP和青梅竹马里 红毅你有青梅竹马吗 你有发小吗 没有 没发小 那你应该怎么理解这个青梅呢 你有青梅吗 这个问题好像不应该这么直接的问啊 也没有 也没有青梅啊 没有 辣妹不算你的青梅吗 你咋不知道他这么溜溜美 没事吧 皇上觉得呢 加一 加一 不是吗 我觉得青梅竹马很容易运成亲人可能 嗯 就是如果分手之后 可能朋友都做不成就很难受 那你分手之后也可以做成亲人吗 你要极端啊 过程 那你是怎么不极端的呢 我听听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我的意思是说 这个青梅竹马 这个 就像刚才那个 谁说的来 忘了 可能会变成亲人 总想 我觉得两个人反而太过于了解对方 也不是什么好事 反而会变成更好的朋友 不一定会变成情人 或者说这个 这个变成 所以还是一种天降爱情 毕竟上天安排最大 嗯 OK 李洪亦跟郭成都还挺好笑的 就他们两个那个搞笑的点不太一样 你知道吧 就是 所以 开什么玩笑 就是你知道李洪亦的那种好笑 就是他 怎么形容 就是很冷的那种 就是 就很好笑 然后那个郭成是那种 哦 就像我这种光陪笑的不行 你真是纯陪笑 白老师 你纯纯的陪笑 对 我跟你陪了一部戏的笑 我越闻了笑出来了 一点正面的评价都没有 不是 你是最佳的 跟你没有来回 好吧 郭成觉得 有没有印象 当时觉得组里 这个最搞笑的人是谁啊 我觉得 自己 算了 没觉得自己好笑 羊子很好笑 对 羊子 然后还有 那个小柴 柴的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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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对对 对啊 我们为什么把他们给忘了呀 因为他们没有参加直播 对 对他好可爱 对